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一脉相承 香港国安法的定力为香港社会带来定海神针的作用 使香港社会治安重回正轨 宪法、基本法、国安法一脉相承的 宪法是重要的,是大法 基本法源自签法三十一条 国安法同时源自签法 国家安全、国家领头的完整 还有主权、整体利益 是三条不能够触碰的底线 很重要的底线 我们要缺少这个底线 保卫国家、保家卫国 是我们香港每个人的应有之一 很重要 国安法的定力 对香港带来一个我可以形容的定海神针 很重要 你看看香港现在的这个 治安方面是重回正轨 张建宗认为 香港应正确认识并全面贯彻一国两制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双赢 有一个国家有两制 在这点十分重要 第二就是一个两制就是我们是两个世界最好的 香港都有了 另外就是the best of both worlds 香港对外的两制 我们长期的一个开放的城市 金融、贸易、国际化、法器 等等我们香港本身的基本的条件是好的 我们有国家的长大的经济的后盾 这个大的市场 所以全部都是国家大动香港的发展 中国都是国家所需 香港所在 共创商人 互利互惠 张建宗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是香港经济重新振兴的机遇所在 以前深圳的改革开放之前 四十多年前 当时是跟香港的关税 是前电后场 现在是 重新科技就是 长长两手 推动大湾区 就是一个新的亮点 大湾区 就是香港未来的 重新起飞的一个新的跑道 对青年来说 我就是取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必须抓紧这个机遇 作为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主席 张建宗对香港青年的发展也十分关心 他指出 当前社会对于青年的培养 应有明确的目标 并呼吁香港青年融入内地 希望每一个青年朋友在香港 有能够守法 有承担 有国家的观念 有香港的情怀 有世界的事业 三方面 所以我们香港青年多一点鼓励 跑入内地 工作 实时 生活 旅游 交流等等 每年差不多 总是六万八万的青年朋友 涌入大湾区 不许考考 就业计划 是第一步 千年进行 起于诸夏 担任公职近五十年 张建宗被认为是迄今香港历史上 在政府担任公职年期最长的人员 在谈及自身旅职经历时 张建宗坦言 自己将工作放在生命的重要位置 也有幸见证香港近半世纪的发展 他寄予公务人员 应不忘初心 为香港及国家的发展和建设 做好服务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就是想加入政府 因为我对香港 想依赖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 我想推动香港的发展 我想贡献社会 回归之后 我们有机会贡献国家 所以对我老师是很大的荣誉 对我老师是光荣 能够长时间在政府工作 为香港服务 能够为国家的出分力 贡献 是难得的 我是在工作坊的这个 我的生命很高的地方 对我老师就是 香港就是我的工作 我最重要就是 不问收货 只问当人